在《国际极端制造》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来自麦吉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学家们 通过讨论二维材料的各种关键力学性能 包括弹性性能、面内失效、疲劳、界面剪切摩擦和粘负等 对该领域最新的发现进行了全面的回顾 文章重点关注了四个方面 力学性能的最新发现、新颖的变形机制、表征技术和计算进展 该团队的首席研究员曹长宏教授评论道 通过回顾影响二维材料力学的内在和外在因素 我们希望社区能够为二维材料系统的结构和界面工程设计策略 以实现新颖的应用 尽管近期已经通过各种技术 对二维材料的力学性能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 但是对于石墨烯以外的二维材料的力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特别是对于一些新兴的二维材料 如金属有机框架和供价有机框架 第一作者王国瑞教授说 除了COFS和MOFS 我们发现虽然一些过度金属流鼠化物 如MOS-R、WSR MOS-R和WSR已经被广泛研究 但是对于其他TMDS 以及具有独特化学、电子和磁性能的TMD合金 很少进行力学方面的研究 此外 虽然二维抑制结构可以通过手工或自组装技术 以垂直或水平方式设计和构建 但是关于二维抑制结构的力学行为的信息却十分缺乏 麦吉尔大学博士生侯鸿宇作为共同第一作者补充道 目前大多数二维材料的力学研究都集中在静态或准静态性能上 而对于循环加载或冲击加载下的动态行为则几乎没有探索 此外 在处理和实验测试超薄系统方面的实际挑战 也增强了准确计算方法 在筛选二维材料巨大力学性能空间方面的价值 作为文章的共同主导作者之一 也是计算力学方面的专家 马修代理教授评论道 关于二维材料计算力学研究方面 也有许多进展和未来机遇 例如 虽然DFT模拟提供了一种使用第一性原理方法 研究这些系统力学性能的途径 但是高昂的计算成本和模拟尺寸限制 使得这种方法难以应用于复杂的二维系统 基于MD的模拟大大增加了可访问的长度尺度 但是在二维材料间原子式方面 存在着有限可用性方面 也存在着自身挑战 机器学习提供了一种新机会 在不需要开发每个感兴趣系统 深入领域专业知识情况下 创建二维系统间原子式 此外 在功能性质应变工程方面 也是二维材料研究中 不可避免的下一步 尽管在应变工程主题方面 已经取得了一些早期进展 但是仍然存在着非频繁挑战